在直线的方程式的图形判断上来说的话 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知识 比如说像这种标准式 AX加上BY加上C等于0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斜率 斜率是负的B分之A 这个我们先要知道 那么现在再来继续往下看 斜率为正的话呢 它是向右上升 斜率为负是向右下降 那么现在以这一题而言 我们已经知道AB是小于0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视角坐标 AB是相乘是小于0 那么当然相除 当然也是小于0 所以AB的话呢为正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一条直线如果为正的话 一定是这种情况 要不呢 它是要考虑的是哪几个向线 那么我们就两种状况而已了 第一个是过的是123 不是过123 就是过134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拮据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假设说 如果当X等于0 我们另X等于0好了 那么为什么要另X等于0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线索 就是BC 跟BC有关 我们就另X等于0 那么Y就等于多少呢 Y就等于负的C除以B 现在我要知道的是 Y等于负的B分之C 这个我们肯定它是为正 那么既然为正 我们现在来看看图 当X是0的时候 Y是正的 就是这个数字的话呢 是在0轴的上面 所以不是这条线哦 不是这条线 是这条线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这条直线通过哪几个向线吗 当然就是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以及第三向线 那么我们用的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技巧 可以判断直线的图形的状况 我现在可以判断直线